我和爸爸的阅读护照 吃水果了 你们父子俩 吃饱饭只顾着玩手机 有多久没有好好相处说话了 宛儿 谢谢你 不然我的手机摔坏就惨了 香味 你怎么又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啊 这样很危险啊 没办法 游戏太好玩了嘛 真是受不了 手机游戏有这么好玩吗 行动图书馆欸 我在电视上看过喔 行动图书馆 那是什么啊 大家都拿到阅读护照了吗 拿到了 很好 我们现在就到行动图书馆借书回家 和爸爸妈妈一起开始阅读游戏 阅读游戏 会有手机游戏好玩吗 只要和爸爸妈妈一起看完一本书 就能在阅读护照上盖一张 第一个将阅读护照盖满的同学 就可以得到老师的纪念小礼物喔 哇 真好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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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行动图书馆要开张咯 哇 哇 好酷喔 好像变形金刚欸 哇 好 谁要第一个借书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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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 哇 哇 �� 轩 requirement 破关了 糟糕 我的手机 小伟 爸比 我的手机 手机泡到水 都坏掉了 早知道就应该蛮有防水功能的 我受够了 你们两个统统给我放下手机 你们一天到晚玩手机 有多久没有跟对方好好相处说话了 难道手机比佳人还要重要吗 我看你们关心手机比关心彼此还多 这是什么 这是老师发给我们的阅读 阅读护照 只要看完一本书就可以在上面盖一个章 可是都记湿了 还有故事书也湿了 没关系 爸比可以用吹风机把阅读护照和故事书吹干 真的可以吗 先试试看嘛 然后我们再一起读更多的书 把阅读护照里面的章全部盖满 太棒了 爸比 这才是一家人嘛 我去拿吹风机 大家有没有发现 随着手机电脑等3C产品越来越普遍 我们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好像也变少了 原来除了看电视 玩手机 和玩电脑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 试试和家人在阅读中培养感情 成为真正的书香世家吧 爱心无国界 放轻吧 来啦 爸比 雨真的有够大 这大雨下多久了 下好多天了 害我都不能出去玩 我这次去柬埔寨出差 那边也是大雨不断 灾情很严重 还好爸比你赶快回来了 好险我们不住在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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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 妈咪 把币怎么了 这一次柬埔寨水灾 虽然把币公司的工厂没有损失 但是很多人的家都被冲走了 听说柬埔寨情况不太好 很多人失踪 留下年幼的小孩 需要帮助 我想举办一个义卖捐款 为他们做点事 柬埔寨水灾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又不住那里 干嘛捐钱给他们 虽然柬埔寨距离我们 好像很遥远 但是很多人在受苦 我们应该要发挥 同理心和爱心 帮助他们 弟弟 要吃什么啊 阿姨 请给我一碗面 好的 请坐 面马上来 柬埔寨连日豪大雨 造成严重水灾 而且大雨并没有停止的迹象 许多孩童在暴雨中失去了亲人 也失去了挡风避雨的家 只能栖身在临时避难所 来 汤哦 小心吃 阿姨 我忘记带钱了 没关系啊 面阿姨请你吃 谢谢阿姨 我再拿钱来还你 没关系啦 先吃 先吃啦 好香哦 刚刚电视上的那个男孩 好像跟我差不多年纪耶 我在这里吃面 但是他却没有东西吃 还是去了家和家人 你好 你好 我想要捐款 你是面店的老板娘阿姨 谢谢你昨天请我吃面 弟弟 是你啊 阿姨 你也来捐钱啊 对啊 阿姨是从柬埔寨嫁到台湾的 这次水灾这么严重 却没有办法回去 只好捐钱尽一份力量 真的很谢谢你们大家 举行义卖捐款 一起帮助我的家乡 没有啦 我爸爸说要有同理心 互相帮忙 就像昨天阿姨也帮了我一个忙啊 阿姨 我妈妈说不可以让你请客 我要把面前还给你 这样啊 那你帮我捐给灾民好吗 我带我的家乡谢谢你们 你们快来看 上次义卖所得和捐款 已经帮柬埔寨灾民 盖了好几间组合屋了 原来我们真的有帮到忙啊 当我们过着平安快乐的每一天 或许在地球的另一边 有人失去了亲人和家园 我们可能不认识他们 也不会说他们的语言 但是爱心是没有国界的 当他们需要帮忙时 让我们发挥同理心 一起付出爱心吧 请问三位今晚吃什么 A套餐谢谢 请给我C套餐 我要B套餐 好的 请稍候 请慢用 以后的食物真的都会被药丸代替吗 恶心 我才不要每天吃药呢 这样根本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吧 你们真是大惊小怪 根本不用等到未来 我们现在吃的东西 有很多都是经过加工的食品 根本不是食物 像是很多市面上卖的布丁 里面根本就没有鸡蛋 果汁里面也没有水果 好喝的汤根本不是用新鲜食材熬煮的 而是用调味粉 人工色素调出大家喜爱的味道 啊 什么 原来我们吃的食物都是假的 对啊 那是食品 而不是食物 好恐怖哦 这样我们会不会变成生化人啊 我要吐了 我昨天才吃了一盒布丁 喝了一杯果汁和一碗汤 以后少吃加工的食品 要吃就吃真正的食物 明天我就带你们三个去吃好吃的 好味 妈咪 好热哦 什么地方有好吃的啊 农场 原来是要来吃青菜哦 大家好 我是农场的王波波 今天在请大家吃好吃的之前 要先请大家帮我一些忙哦 首先啊 请大家帮我采收这些青菜 很简单 就像这样 这些菜啊 可都是完全不撒农药的哦 不撒农药 菜虫怎么办啊 用手一只一只慢慢抓吗 是啊 大概差不多是这样 Bad shot 除农药都是靠它啦 入遇里啊 note 这边啊 啊 我的衣服 啊 我的脸 啊哈哈哈哈哈哈 啊哈哈哈 接下来要请大家帮忙采收草莓哦 像这样 这些草莓也是完全不撒农药 不失化肥 别紧张 这边没有鸡了 那昆虫不会偷吃草莓吗 没有鸡 那谁来吃虫啊 一般来说 这里的昆虫是原住民 草莓是外来客 只要生态平衡 昆虫会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吃 只是草莓很脆弱 容易生病 我会用非农药的石灰硫磺合剂等 让土壤健康 这样草莓也就会长得好 如果宠虫真的想吃草莓的话 就当作是我请客了 那我就放心了 这些青菜和水果都是刚刚你们采收的哦 还有鸡蛋都是那些野放吃自然新鲜食物的鸡生的 所以有一种说不上来特别的好味道哦 还有这些草莓果价都是用新鲜的草莓做成的 没有放任何人工色素和化学调味 吃吃看吧 自然的食物 吃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美味又可口呢 我们当农夫的 总是希望大家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味 而不是那些过度调味的加工食品 现代人口味都太重了 过度注重恐怖之欲 反而忘记了食物真正的味道 耶 现代人追求口味多变 只在乎东西好不好吃 而忘了是否健康 这样一来 时间一久 我们习惯了色素和加工品 反而忘记了食物真正的味道 良好的饮食习惯 应该要从小养成 不要身体健康了 泰勒自然就会来